昨天有学生家长给我打电话 就是沟通学生的情况嘛 因为上一次我们班里面的班长 不是犯错误了嘛 连续犯了两个大的比较大的错误 所以说就撤迟了 经过我们班投票 又选举来了一位班长 但是就是这个班长的家长 给我打电话沟通的过程中 说孩子说一开始有不想上学的想法 说是刚开学的时候 有不想上学的想法 所以我现在准备 找这个学生过来聊聊 看看他现在是什么状况 是否有发生改变 大家把那儿来搬个板子 咱们聊聊天 进行你状态哪样了 挺好的 挺好的 昨天你爸不打电话问你现在情况 我就说我说最近班里面 学生选的班长状态挺好的 打一开始说我不想上学的想法 为啥呀 最近有没有 最近没有 最近没有来 没有 你刚开学的时候有 为啥呀 一开始为啥呀 不想上 不是 有点不适应 有点不适应 大爷刚开学从家里面来有点不适应 所以说就想了不上了 现在适应不适应 还有这样想法没有 没有了 那咱聊聊成绩 咱既然是班长了 班长要有带头作用 带头啥作用呢 往好的方便去发展 对不对 那咱这个成绩要我们提一提 对不对 现在觉得哪一科 比较最感兴趣 比较数学 数学语文 哎 数学现在能跟上吗 那现在咱们行不下方才能够好 能干事那就好啊 能跟上 好 别 千万别落下来 老师让做的资料让做的提 赶快做 提前预习 你哪一项 一顶还差不上 一顶还差不上 伤个有没有又不足以停下来 伤个状态咋样啊 伤个状态咋样 有时候 有时候他老人一小回答我一顿 有时候乱念 乱天 有时候都才能够 就是一回答问题一说活跃 还真就不得了 哪个炸了天 拔困不住 对不对 给点阳光就灿烂的 是这种事 嗯 老师 再来 要不找个小姐 你再来 咋就咋就咋 咋就咋就咋 咋就咋咋 咋就咋咋 咋咋咋咋 咋咋咋 咋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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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大家